目前安卓IOS微信同时上线新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IOS微信 在IOS微信的设置 消息通知 现在它加入了横幅显示内容的选项 进入后里面有三种横幅展示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仅显示一条消息 就是无论收到多少条消息号 在微信内它只有一条横幅通知 第二个显示朋友名称 群聊名 就是我们收到消息号 横幅上会显示名称和群名 最后一个显示名称 群聊名以及内容 这些大家可根据这些要求来进行选择 不过这个功能目前仅IOS版才有 安卓版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 另外安卓微信现在加入了语音秒数 这个功能IOS版早就有了 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最后当我们收到语音时 现在它会显示语音有多少秒 另外前段时间IOS微信发布了8043测试版 当时更新也有一些新变化 比如订阅号列表多了一个耳机图标 微信内的音频播放器进行调整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